男子在俄罗斯救人 结果被救之人为表达感谢 竟然将传家宝送给男子 专家见领之后表示 你站稳后我再报价 这一件外国友人的传家宝究竟是什么来历 让我带你一起来看看 今天前来见宝的是一位大哥 只见他手捧红色方盒走到舞台中央 主持人问您怎么称呼 他说我叫夏明 今天带来的藏品是一堆碗 主持人帮这位大哥打开盒子 而在打开盒子后主持人却发现不对 因为大哥这个盒子中只有一只碗 主持人便问道 您说的一对碗 为什么现在只有一只 大哥笑笑说道 老话说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如果出现损坏 至少还能保住家里的那个碗 这叫做分散风险吗 现场观众听到大哥这么说都表示认同 画面一转 只见这是一只通体黄色打底 精致的花纹布满整个碗币的小碗 看起来十分精美 主持人问这位大哥 您是怎么得到这个碗的 大哥说这个先卖个关子 等专家鉴定之后我再说 主持健壮只好让大哥先将藏品交给专家 专家拿到碗之后 先看了这个碗的底部 上面有着六个清晰的隶书字体 写着大清嘉庆年制 碗壁上的图案是由莲花薄橱组成 最显眼的还是四个大字 佛日常明 表达的寓意是 希望佛祖的关怀就像太阳一样长久的照耀 很明显这件藏品描述的是佛教文化 而这种样式早在乾隆年间就有了 在之后的嘉庆和道工年间开始多了起来 其实这样的东西在档案里也是做了登记 因为这些东西都被上贡到皇宫里了 专家讲到这里便不再说话了 不过一会儿专家停下了鉴定 主持人见专家鉴定完毕 便询问专家这件东西是否是真品 专家坦言道 这是一件清代嘉庆年间烧制的小碗 毫无疑问是一件真品 它被称为皇帝佛日常明法郎小碗 大哥见专家表明是真品也十分高兴 随即主持人对大哥说道 可以给我们讲讲这件东西的来历了吧 大哥讲到年轻时自己在俄罗斯留学 有一天收到朋友邀约 打算前往郊区外的朋友家玩 但是在前往目的地的途中 遇到一户人家突然着火 当时只有一位老夫人在房子二楼呼救 自己见周边没有一人 情急之下正好冲进房子 冒着受伤的风险将这位老夫人救出 后来等到消防队赶到时 家中已被烧得不胜一物 而老人也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 庆幸的是老夫人没有大哀 在经过当地政府的帮助之下 老人的房子也被清理完毕 后来老夫人在身体痊愈之后回到家中 从没有被烧毁的地下室中 找到了家中的传家宝 老人为了表达感谢最后 将这一对碗交给了自己 自己当时还很纳闷 这一对明显是中国风格的碗 怎么会在这个老人家中 甚至还被老人奉为传家宝 不过当时的情况也不适合问那么多 所以也不知道这对碗真实的来历 而且自己根本就没有想过 让老人报答自己 但是耐不住老人的不断要求 自己收下了这对碗 也算是留个纪念吧 再后来自己完成了学业 便回了国 这件东西也被带了回来 如今已时隔多年 便想来做个鉴定 看看这到底是不是古董 没想到真的是个老物家 全场人在听完这位大哥 讲完这件藏品的来历后 都是被大哥的行为所打动 专家在听完大哥讲述之后 也按照节目流程开始讲述 如何断定这件藏品是真的 首先碗底部落款的笔画比较清晰 颜色是油清发灰 再看碗的用十分饱满盈润 整个碗花纹制作精细 颜色到位 所以这件藏品是真品 接着主持人问专家 这件藏品的价值是多少 专家说了一句话 让全场一惊 专家说道 小伙子你先站稳 我再给你报价 你的这一只碗 我估价500万 因为在湖北省博物馆中 也收藏着这样一对碗 而你的这只碗 和博物馆中的那对碗相比 从品质上来说相差无几 甚至我建议你将这件藏品 上交国家 这件藏品本身的文化价值很高 对历史的研究 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大哥听到后表示 这件藏品对自己来说意义非凡 对于上交国家的提议 自己会认真考虑的 视频最后我想说 好人有好报 多行善事不会错的 今天讲述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关注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留言 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